8月24日,网友小姨发文自曝被前锋性亲并公布部分监控画面。监控视频中,一男一女出现在电梯口,女性站立不稳,摔倒在地,同性男性将其拉起扶入电梯。 在另一段视频中,小姨整个人几乎无法行走,疑似被前锋拎着击过监控镜头。 24日下午,有名女子小姨在网上发潮文控诉被湖南卫视主持人前锋抢肩,并晒出了疑似聊天记录和监控的截图。 她表示,事情发生在两年前,这两年一直被噩梦困扰,并在最后表示,我有全部的音频、视频、文字证据,我对我每一句话负责,我会积极配合所有调查。 内容主要涉及被约吃饭后遭下药米间,女方报警咽出下体撕裂,前锋为红女方连发三条5200转账,前锋对她下跪痛哭求饶,女方报警但却没有了下文,一度陷入深度抑郁中,长长大哭自残。 随后,护纳卫视发文回应表示,护纳卫视关注到主持人前锋的相关语情,正在紧急核查了解中,并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。 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,频道暂停其一切工作。